小羊点心铺 开饭啰 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 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 得胜麦片 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 让我们一同来享用 这段关于得胜的经文吧 今天的经文 是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亲爱的小朋友 你有很无助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吗 你会怎么做呢 当你的爸妈或是老师 都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老师自己会马上找最大 又最厉害的天赋爸爸 马上呼求耶稣 用心用力的祷告 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相信 神可以真的解决我的困难 会觉得自己完蛋了 死定了 很难相信圣经上说的是真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把神的话宣告出来 宣告的意思就是 虽然我的头脑还没有很相信 但是我先用我的口说出神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先说出圣经的话 我们的头脑就会开始相信 我们的心就会感受到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 这段经文说到 若我们的父神愿意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这是老师最喜欢的经文之一 因为我知道我跟天父是同一阵线 有时候觉得困难实在太大的时候 我就会宣告这段经文 跟自己的心说 我的阿爸父是帮助我的 这个困难不可能打倒我 每一次宣告 就会感受到神的同在 心中又再次充满力量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是如此伟大 又愿意帮助我们的神 谢谢你愿意听我们的祷告 为我们解决 也谢谢你愿意做我们最大的靠山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